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已派人传信回京 称殿下已经斩杀了刘成妇 并占领了进城 你想做什么 若殿下回京后 刘成妇突然现身 殿下觉得 陛下会怎样出入 毕竟这欺君之罪 可不是一般的罪名 你好大的胆子 你竟想用刘成妇 威胁本王 进王严重了 欲展只是不想死在进城 你应该清楚 你不倒不死 你若杀了我 我敢保证 刘成妇一定会活着出现在京城 欺君之罪 殿下可要想清楚 我大可以现在就杀了你 再命人寻找刘成妇 无非是浪费些时间罢了 殿下何必如此激动 我利用刘成妇将殿下请来 只是想和殿下做个交易 交易 不错 若晋王留我性命 福家从此 愿与晋王联手 同进共退 我为什么要相信 只要我现在杀了你 再找到刘成妇 此次行动 我完成所有任务了 回京 陛下 必会加强 殿下敢保证 自己一定能够找到刘成妇吗 若殿下任务失败 即使陛下不怪罪 心中难免会对晋王失望 况且还有朝臣的争议 还有长公主在旁的虎视眈眈 恕我直言 殿下现在的处境十分为妙 还需权衡利弊 玉斩只是想活着 殿下也只是想完成陛下交代的任务 竟然有两全的办法 晋王为何不考虑一下呢 有何两全之法 如果玉斩从未来过晋城 陛下就不会怪罪殿下 未曾动手了 可此次随行侍从众多 你早已被暴露了 福家随从 我自会处理 至于晋王府的那些侍卫们 就要看殿下的了 你倒是真会利用本王啊 好 既然你我已经达成合作 告诉我刘成父在哪儿 等殿下回去后 自然可以看到刘成父的人头了 京城之中 盛传佛大小姐聪慧过人 我今天啊 领略到了 晋王殿下 请殿下记住 福家在 晋王在 请殿下 我这次进行 没有 赢阅 祝福 咁 祝福 祝福